马上就要过年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当中 做菜环节 啊不是 回顾一年中好玩游戏的环节 今年我感觉我玩的游戏比较少 但是数了数 既然也能够数出20个好玩的游戏 有这么多吗 你呢 今年玩了多少游戏啊 总之 为了感谢他们今年的陪伴 以及带给我的快乐 我精心准备了七大奖项 并请来了一位大厨 一边表扬获奖游戏 一边为他们准备可以吃的奖杯 不用客气 这是你们应得的 那我们赶紧连线大厨所在的颁奖现场 第一个奖项 年度入围游戏 一名的有 出得太早 以至于差点忘了是今年玩过的 星之卡比探索发现 玩起来感觉自己跑步带风 是竞速新星 但是一看全球排名 前面还有16000多人的 Neon White 终于让大家意识到 功夫电影做成游戏 有多酷的吃负物 推荐了三遍依然没有人关心的 小狐狸历险剧 Tunic 橘猫和机器人 一起在漠视冒险的游戏 Stray 同样是橘猫 我家滚滚就只会吃 还有 白天是下海插鱼的全能潜水员 晚上是为时刻奉上美味生鱼片的寿司店员 很有意思的模拟经营游戏 潜水员代夫 考虑到这个奖项已经叫入围奖了 再落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恭喜以上所有游戏 第二个奖项 年度400兆以下游戏 这个奖项是用来鼓励那些 在游戏性上没有任何妥协 玩法内容特别丰富 同时不会把你宝贵的硬盘空间 挤爆的那些游戏 今年我很喜欢的两个游戏都不到400兆 一个是矮人要塞 245兆 开发者是兄弟俩 从06年开始 做这一个游戏 做了快20年 终于把头给做图 让游戏的画面 从这样 变成了这样 而即便是之前这样的画面 也有几十万人玩了十多年 正是这个粗糙的画面 让矮人要塞 可以在系统上做到 事无巨细 无数系统发生化学反应 衍生出比随机事件更神奇的故事 甚至有玩家会把游戏里发生的事写下来 当做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这个游戏有多复杂 它复杂到我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敢去认真的玩它 我计划是明年开始 好好玩 不过我得奖的是另外一个游戏 吸血鬼幸存者 335兆 它有点像俯视角射击 加一点Rogelite 再加一点弹幕游戏 你从一个躲避弹幕的倒霉弹 变成一个像切豆腐一样 可以撕裂任何企图 靠近你的怪物的电锯 这个过程非常容易上瘾 而且特别适合一边看剧一边玩 才15块就能玩到这个 获得2022金摇杆最具突破奖的游戏 吸血鬼主题特营已经完成啦 基本上就是福特加加了树莓芝 然后把它放到了一个血液袋子里面 是不是外形上就很像了 里面这个果浆也很粘稠 恭喜吸血鬼幸存者荣获 我的年度最佳400兆以下游戏 第三个奖项 年度邪教游戏 这个奖项应该只有我宁GA才会有吧 谁让今年我一下玩到 两个好玩的邪教游戏呢 第一个游戏是诺科 母亲去世 弟弟失踪 女儿回到小镇 慢慢发现这座小镇的诡异 和母亲身上的秘密 它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游戏 乍一看有一点像极乐Disco 它比较像是一本南方歌特互动小说 哎呀 你看啊 科幻啊 工业啊 宗教啊 超自然 这些都是歌特 你再加上一些美国南部地区 境遇文化特征 那就是南方歌特 这个游戏虽然游戏心不咋地 bug一堆 但是它的文本和中文翻译是真的做得很好 我随便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 群鸟化身光芒四射的球体 在高速公路的独流景观上空描绘着征兆的轨迹 大概就是这种调调的 另一个是咧咧启示录 这个游戏我玩的根本停不下来 它是一个结合了生存建造和rogelite的邪教游戏 我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只羊创建了我的不羊教团 一边战斗一边管理邪教 每天我要给入教的小伙伴步道 举行邪恶的仪式 还要管他们的吃喝拉撒 甚至是管理他们的死亡 可以做的事情是真的很多 我发现只要是能钓鱼 能玩卡牌小游戏的游戏 一般都不会差 邪教羊是真的很好玩 绝对是年度邪教游戏 这道菜 胜便便巧克力 送给邪教羊 其实是因为游戏里面有一个桥段 你这个教主要去清理你的教徒的 粪便和呕吐物啥的 完成 第四个奖项 我的年度IP策略游戏 又是IP又是策略 我提名的两个 一个是马里奥和风兔 星耀之院 还有漫威暗夜之子 其实暗夜之子是陪跑的了 我觉得星耀之院更好玩 马里奥加上可爱的风兔 玉璧这个战棋游戏做的很不错 关卡不难 很休闲 地图里能探索的地方也很多 玩起来相当放松 它绝对是今年Switch上的好玩游戏了 而且玩着玩着 我莫名就觉得 马里奥和风兔桃花公主很配啊 我想要捏出 风兔 马里奥 风兔 桃花公主和风兔 鲁伊吉的形状 因为他们正好脸都是白白的 好可爱啊 用水果刀把中间挖掉 不要浪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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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风兔鲁伊吉完成 像吗 像 风兔马里奥 这个好像风兔桃花公主 啊 蛋壳进去了 取我们所需的鸡蛋 风兔三人组饭团就做好了 从右边往左边数分别是 风兔鲁伊吉 然后是风兔马里奥 还有风兔桃花公主 大家觉得哪一个做的最像呢 我觉得都很像 所以这就送给我今年玩得非常开心的 马里奥和风兔 信仰之一 第五个奖项 年度宝可梦游戏 谁能想到一年能够玩两次宝可梦呢 宝可梦传说二宙斯 偷袭宝可梦 扔精灵球真的很爽 玩起来很流畅 珠子其实真的 只是靠图鉴的可爱 说服我的 可能很多人不同意 但这两个宝可梦里 我私心更喜欢 开放世界更加合理的珠子 所以我做的这道菜 就是送给宝可梦珠子的 一杯水 然后一勺寒天粉 简单搅拌一下 就把它煮沸 加点糖 这个自己看着来就行 它开始变得有点粘稠了 有人能猜出来 我要做的是什么吗 煮的差不多都化了以后 就可以倒到容器里了 趁它还没有凝结 我可以滴一点色素 先来一个深懒的色板 再来一个香芋子 好了 差不多了 然后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 冻起来了 两个小时以后再见咯 冷藏两个小时之后拿出来 就是这样了 已经完全冻起来了 现在要把它塑形 嗯 挺甜的 接下来摆盘 我选择的是现成的提拉米苏 应该会很好吃 拿出料 现在看得出来是什么了吗 我做的 作别明显对不对 珠子太金 这套菜叫什么呢 叫宝可梦珠子 不不不 太金宝可梦 不 太金珠子 巧克力 太金糖珠子提拉米苏 漂亮吧 我觉得比游戏里的菜已经好看 它吃起来呢 就比较像是加了很多很多白糖的凉皮 不难吃了 我刚刚已经偷偷吃了很多了 送给宝可梦珠子 你值得拥有 第六个奖项 年度数三游戏 提名的有 维多利亚三听说过的朋友可能比较少 它是19世纪政治经济模拟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易度神剑三》没有给我什么惊喜 但是不提又不行 我自己是浅尝辙止 《贝优尼塔三》 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段音游 可以说是全作最棒的一段演出 还有泪银和恶魔城 跑酷 弹幕设计这些要素 有一种在看头号玩家的感觉 但是在switch上 在所有三例 我最喜欢的就是斯普拉顿三 我结结实实地玩了好一阵子 直到要做手术 去医院 没有忘 所以这道菜我准备送给斯普拉顿三 你看这是两种颜色的咖喱 红咖喱 蓝咖喱 咖喱饭做起来应该很简单 我要模仿的呢 就是斯普拉顿里面 它这个战地对战 不是有两种颜色吗 然后差别特别大的 我都不记得它是什么颜色 它赢了呀这边 这么蓝 插上两个小旗子 配一个吹哨的声音 我替大家尝一下 这个蓝色的咖喱吧 好咸啊 哎呀满嘴色素的味道 这个就是我送给斯普拉顿三的 战地对战咖喱饭 第七个奖项 年度最佳游戏 毫无疑问 肯定是战神诸神黄昏和爱尔登法环 当然战神5是陪跑的 它原本有机会可以很牛逼很牛逼的 有点可惜 爱尔登法环是我今年最惊喜的游戏了 是很让人敬佩的一个游戏 龚琴高本人也相当令人钦佩 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 就是问他法环为什么火 去深度分析已经完成的作品 然后尝试去复制它 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 我自己就曾经这么做过 感觉确实很糟糕 人还是应该往前看 它为什么开始沾了呢 啊 救命 哎呦我的天 具体的手法没有什么了 讲究对吧 弹的呀很弹的呀 我一开始的灵感是取自法环本环 还有那个Bressel面包 因为本来已经很像了 这可能是他最像法环的时候 进烤箱也会这样完美吗 送入烤箱 情不自禁的鼓招 大成功 到这里法环面包就完成了 烤出来也跟我理想的形状完全一样 然后它也没有断掉 特别好 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些黄桃酱 本来是想要画卢恩湾湖的 现在我觉得就是难度太高了 黄桃酱太实在了 颗粒太大了 啊 好喜欢 这是我送给我今年的年度游戏 爱尔登法环的酱杯 上菜啦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提前为大家做好了一桌 2022游戏主题的年夜饭 过程都如大家所见 非常的艰辛 用了特别多的时间吧 因为中间我还扬了一周 然后才回来给大家做的下半场 我觉得可能也不输给 一些主题的咖啡店的料理吧 我自己最喜欢还是法环面包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烘焙 没想到这么成功 不知道这么六道菜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以及我介绍的这么多游戏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款游戏呢 还有没有你漏掉没有玩过的好游戏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跟我互动 2023已经来了 在今年也会有非常多好玩的游戏出现 今年也希望和大家一起玩游戏聊游戏 我做的很辛苦 留个三连吧 过年了 祝大家过年好 网See你 现在好 weird 看一下 冬手 平净